接下來是第二場 跑這個長途賽 五班的2,200米 很壯大的馬看到是3、4、6、7、8 他被轉變很厲害 今次除了面箍 亦換了莫雷拉跑 至於榮華、黃昌就除眼罩 初戴開縫眼罩 先看這隻神操的冷鬼 活力得勝 他就很難給他三隻手指 不過他下班真的有點惡氣 因為他四班其實都經常接近 始終有個班數上的不同 好了,接著這隻 這些就是北半球馬 跑夠,不是粗夠 粗的正常地粗 落場跑才吸收到東西 再來就榮觀大道 這隻馬都由季初一直搏到季味 V報的九歲老馬 仍然都有那份神態在那裡 就是論快跳的表現 我覺得他就收貨的 我都覺得九歲他真的養得很好 好,接著就這隻金剛複星 都是跑得密 上次又密,今次又密 你要想一下那些馬 什麼個榜 本身的體型 是的,再加上一些長途增情 可以不可以的呢?金剛複星 這隻反而長途就有證明 睡眠攻略 上次就特分區 我記得他走了上四班跑的 但他都近的 起碼他近期就沒有搏得那麼多 好,接著看看那些草地 在松化 中二寶,賞心星 還有一隻魚豬魚寶 那你賞心星 都是一隻跑轉彎 就是對面直路還沒走的馬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 好,看看三隻馬拍跳 那一隊都跑了 看看近鏡 那隻就是很聰明 就是莫雷拉的 那比幾步 臨近終點前 雖然都有濕重些場地 但是都挺好反應的 就是說真的 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即是行不行 很難說的 那你說做那隻馬開心 吃得才做得 那你做得才適合的 其實一直下來 他都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這隻馬 但問題是上一次 其實潘頓是拿一個很好的位 不知為何騎下去 那隻馬不多 我都很難解釋 但跑完之後 照做 見就學完試 現在試得很好 好,看看這隻行樂之光 他也試了一個短途集 後面活力得勝 和外面的月球 都好像脫了折 這組集 早前我們都見過這組集 就是看九龍神區 看前面贏了的再大大 甚至貼欄的炮子膽 這一個集 是他上一次賽前的集 你看看外面那些 譬如月球 沒有騎的跟跑 苦力得勝 都是路短的跟跑 有騎的就是行樂之光 但他是逐步地攬上來的 當然 畢竟行樂之光 都是一隻曾經贏過的馬 你說在神操上面的形態 但我覺得沒什麼很大便 只要你騎熟那個人 扔長一點點給他 你不要跟他頂得那麼死 那他就走得比較貼服 其實這一馬 一向都是保持得挺好的 這隻生生福運 他就都是長途馬那些款 小小的 有些偏向是鑫的身形 他貴內都贏過2200米 這隻生生福運 但這一場如果贏 徐宇石就不算數 即是有根有據 如果這樣算 其實生生福運也是 世紀之威 你說小隻馬巧適合長途 什麼都好 924磅 我真的重了11磅 原來我都是一般的 這隻我都一般的 每次見到他都跟大家說 他是一隻比較麻煩的馬 通常都是這個助手操多 這隻儀威 都是很麻煩 脾氣很大 榮華旺槍在裡面 外面那隻名門望族 不過有時候這些馬就是這樣 其實純粹跑過形勢 一按不對 直接都沒有 只有13分 這隻榮華旺槍 看看後備馬 這隻就贏開的 標棄飛 腳法他不會很漂亮 抬腳比較高些 濫步有些闊 高些少 但那個狀態就OK的 贏開 我都猜不到他有2千 上一次贏 看這些步法 平山新星 我想這些是先報下去 怎樣也好 又是長期可以維持得這麼好 上不上名也好 穩定有獎金 沒錯 其實很多低班馬這一組 很多狀態其實都不錯 我們因為神租節目 都是集中 先看神租的變化 觀感 譬如好像金剛福星那些 其實他今年準到避 但對於說真的 一些 他都不是機器 這個金剛福星 他跑這麼多 又要面對一個這麼長途的考驗 一三一磅 他是不是會這場斷纜 絕對不出奇 你走樣 你不可以怪責他 因為他今年實在很好成績 其他的馬要追回莫雷拉、潘頓 因為這些菊草千八或以上的途程 很多時步速中間轉變 聰明一點走 都是莫雷拉或者潘頓 兩個都排一檔二檔 厲害 和活力得勝 所以我想他們兩位的座騎 我自己就會傻傻稱高些 會不會 又不會抱著 應該照計 因為大家的跑法 就應該很不同 是 活力得勝 其實排了這個移檔 是不是真的好 因為你都知道 都是純粹跟上心星一樣走 走順這隻馬 因為他都是有氣量而這樣走出去 自己走順會好些 因為這隻馬長腰 不要運 反而會好 其他馬我覺得 如果這樣 我都是撞的 說真的 鮮露青鷹 我覺得可以撞 大哥 這麼年輕 四歲最年輕的一隻 北半球馬 靠跑 告訴你 馬開始一直跑來的 他說蝕什麼 我不知道 我不會計 但是他有賠率 而年輕 有正常操練 我覺得這隻 有權贏 我覺得這隻馬 另外那些 八和九 幸樂之江 山山福運 這樣說法 都叫做有根有據 他都是試了閘來跑 幸樂之江 其實保持得很好 穩定的水平 我覺得這場的框架不闊 一、二場都是不闊 可以量度一下 花點時間 慢慢想 第二場賽事都研究過 好,有請一陣